智慧财产案件审理细则 或其申请权归属及其报酬争议事件 2.契约争议事件 1.智慧财产权授权契约事件 2.智慧财产权让与设置、信托、同意注册、申请权让与及其他契约争议事件 3.侵权争议事件 1.侵害智慧财产权有关财产权争议事件 2.侵害智慧财产权有关人格权争议事件 4.使用智慧财产权所生补偿金、权利金争议事件 5.公平交易法有关智慧财产权争议保护事件 6.智慧财产权保全证据及保全程序事件 7.其他依法律规定或经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财产法院管辖之事件 3.智慧财产刑事诉讼案件 1.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 第3条第2款第4款本法第23条第25条第2项规定 其范围为 1.刑法第253条至第255条第317条第318条之罪或违反商标法 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及智慧财产案件 审理法第35条第1项第36条第1项之案件 及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2.其他依法律规定或经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财产法院管辖之案件 及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第4条智慧财产行政诉讼事件 1.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 第3条第3款 第4款及本法第31条第1项之规定 其诉讼标的以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光碟管理条例、机体电路电路布局保护法、植物品种及种描法或公平交易法有关智慧财产权之规定 为内容其范围为 1.对于专责机关有关专利、商标、机体电路电路布局、品种及智慧财产申请之驳回行政处分 所提起之行政诉讼事件 2.对于专责机关有关专利权、商标权、机体电路电路布局权及品种权之撤销或费止行政处分 3.所提起之行政诉讼事件 3.对于专责机关有关智慧财产申请权之行政处分 或其他智慧财产权利登记申请之行政处分 4.对于专责机关有关智慧财产权强制许可利用之行政处分 4.所提起之行政诉讼事件 5.对于海关直接依据智慧财产法令查扣侵害智慧财产权标的物之行政处分 4.所提起之行政诉讼事件 6.对于专责机关一智慧财产法令所谓奖励、管制之行政处分 4.所提起之行政诉讼事件 7.代替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行政处分而定定行政契约 8.本法所定其他公法上法律关系所生之撤销诉讼 即付诉讼或确认诉讼事件 9.涉及违反公平交易法仿貌智慧财产权标的位不公平竞争 所生之公法上争议事件 10.上述第一款至第九款之公法上争议之声请停止执行事件 证据保全及保全程序事件 11.其他依法律规定或经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财产法院管辖之事件 一行为违反智慧财产法律及其他行政法上义务规定 而均应处罚还者其智慧财产法律锁定之法还额度较高时 为智慧财产行政诉讼事件 其令有没入或其他行政法之处罚者 除其处罚之种类相同 经从一众之非智慧财产法律处罚者外 亦为智慧财产行政诉讼事件 第五条本法第31条第一项锁定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 第三条第三款之强制执行事件 细指前调智慧财产行政诉讼事件 所谓命债务人为一定给付裁判经确定后 债务人不为给付债权人以之为执行民意 申请强制执行之事件 第六条下列事件非属智慧财产行政诉讼事件 一行政诉讼事件之当事人 虽未智慧财产专责主管机关 但该行政诉讼事件 非以智慧财产法律规定 未请求基础者 二行政行为虽与智慧财产权权有关 但非一智慧财产法律 或其授权定定之法规命令 未直接根据者 不服其处分所提起之诉讼 第七条 非属智慧财产法院管辖之民是 行政诉讼事件 当事人物向智慧财产法院起诉 智慧财产法院应移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八条 第一项 行政诉讼法 第十八条 规定裁定移送管辖法院 第八条 第一审法院就检察官起诉犯罪事实 变更法条 未应适用智慧财产法院组织法 第三条 第二款规定之刑事案件裁判 当事人不服该裁判而上诉或抗告时 第一审法院应将其上诉或抗告之刑事案件送交智慧财产法院 第九条 智慧财产民事 行政诉讼事件非专属智慧财产法院管辖 其他民事 行政法院就实职上应属智慧财产民事 行政诉讼事件而实体裁判者 上级法院不得以管辖错误为由废弃原裁判 第十条 其他法院审理非智慧财产之事件时 误为适用智慧财产诉讼之特别规定 未违背法令 上级法院的据以废弃或撤销原裁判 第十一条 智慧财产法院办理智慧财产案件任有必要时 得以裁定指定技术审查官 执行本法第四条所定之职务 合议案件应由合议庭裁定之 经指定于其日执行职务之技术审查官 其姓名应于法官书记官之姓名 一并皆是于庭其表 第十二条 智慧财产法院以外之法院办理智慧财产案件 由指定技术审查官协助之必要时 应洽由智慧财产法院指派技术审查官后 以裁定指定之 第十三条 技术审查官经指定协助诉讼及其他程序后 应及详阅卷证资料 依下列方式执行职务 一就当事人书状及资料 基于专业知识 分析及整理其论点 使征点明确 并提供说明之专业领域参考资料 二就征点及证据之整理 证据调查之范围 次序及方法 向法官陈述参考意见 三于其日出庭 经法院许可后 得向当事人本人 诉讼代理人 证人或鉴定人 未必要之发问 并就当事人本人 诉讼代理人 证人及鉴定人等之公述中 不易理解之专业用语为说明 四在勘验前或勘验时 向法院陈述应注意事项 及协助法官理解当事人就勘验标的之说明 并对于标的物资处理及操作 五协助裁判书附表及图面之制作 六在裁判评议时 经审判长许可列席 陈述事件有关之技术上意见 审判长病的命技术审查官就其拟陈述之意见 预先提出书面 七在强制执行程序向法院提供专业技术意见 并对执行标的未必要之处理及操作 第十四条 技术审查官于其日参与审理时 其姓名应在名于笔录 技术审查官于其日中 经法院之许可 对于当事人 证人或鉴定人未说明或直接发问时 其事由应记名于笔录 第十五条 当事人对于技术审查官于其日所谓之说明 的向法院陈述意见 第十六条 法院的命技术审查官就其执行职务之成果 制作报告书 如案件之性质复杂而有必要时 的命分别做成中间报告书及总结报告书 技术审查官制作之报告书 不予公开 但法院因技术审查官提供而获之之 特殊专业之事 应与当事人辩论之机会 使得采为裁判之基础 第十七条 法院于必要时的撤销指定技术审查官之裁定 或改定其他技术审查官执行职务 第十八条 技术审查官之陈述 不得直接采为认定带正式